底下我们要说一个数据通信的问题 其实数据通信就是阿甲克斯 因为来讲你直接刷 这没什么好说的 这没什么技术含量 直接UIL 然后一敲回车出来了 这是浏览器干的事 这个跟我们无关 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 把这个阿甲克斯的数据 从里边拉出来 好的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说 这块的内容 我们大概会介绍几个东西 一个是fetch 然后说到阿甲克斯的话 你就不得不把后面要搭一个服务器 我们会用KOA2来搭一个服务器 服务端 然后在今天的最后 讲服务器端渲染的时候 我们还会用到KOA2的框架 但是这个框架 我们只把用到的部分给大家说一下 而且代码 我也会给大家直接给原码 然后把原码大概解释一下 然后让它刨下来就行 因为这个其实不属于 这个其实处于服务器端了 这个相当于用Node.js来做一个服务器端 而不是来做一个前端 它不属于前端的内容 但是它跟前端相关 然后我们还会介绍一下form data 和这个access form data 其实来讲 这fetch和form data 其实都是原生支持的 然后access 是一个我们新的一个库 那么我们用这个东西来 来整个把所有的数据交互 就是在react里边的数据交互 把这件事情说清楚 好 我们开始 首先说一下传统的数据交互 传统的数据交互 通常来讲就两个 第一个是sh 我在讲java script的零基础进阶的时候 说过直接拿一个sh 然后对象来怎么进行 阿甲克斯的访问 这个过程其实非常之复杂 阿甲克斯大家应该知道 就是说我在不刷新页面的情况下 然后我通过我的浏览器 发一个htb请求 好 扔到服务器端 服务器给我返回一个json数据 当然其实你看 这个阿甲克斯里边那个x 最后一个x其实指的是xml 最早当年他做的时候 是xml格式的数据 那后来大家发现说 其实json更好用 json其实是javascript的一个object的 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那么后来就大家都使用 这个json了 那么json因为他的数据更紧凑 然后格式更短 而且他直接pass出来 就是一个javascript的object 然后呢 这里xhr呢 其实来讲 首先麻烦 这个不用说 大家可以如果需要的话 可以回顾一下那块视频 当然呢 我们 阿甲克斯这块内容 在jquery 我们的jquery的课程里面 也讲了 也大幅的讲 那个要叫 叫用起来的简单的多 然后如果当时 我们就把xhr的方法 和在jquery里面的 阿甲克斯做过一次比较 就是xhr 来讲 他整个里面会有各种各样的 那个 就是代码要复杂 要多写很多东西 而且代码看起来也不友好 而除此以外呢 还有一个问题他功能受限 也就是说他跨域的时候 其实有问题 那么底下呢 就会出现第二个问题 就是jsonp jsonp 其实最好呢 你就是直接在jquery里面调 直接就把那个方式 就写成jsonp 就往来让夫妻端去配一下 据于jsonp 本身是怎么实现的呢 具体的实现细节呢 参考jquery的阿甲克斯部分 这里面只说一点啊 就是如果中到jsonp的话 就说明他要违反一个原则 叫同源策略 也就是说 所有的阿甲克斯的http 请求啊 必须是在同一个域名的 同一个端口下 就是ip和端口都不能变 这叫同源 以如果说 比如说我现在是同一台机器 但是我 比如555 我开了一个端口 5556 我又开了一个端口 就是有两个http服务 然后我在第一个http服务上 去访问第二个http服务 底下的数据 用阿甲克斯去访问 对不起 他触犯了 违反了同源策略 他违反同源策略以后 他就拉不来 然后的话呢 还有一个就是说 ip不一样 甚至连ip都不一样 他就是完全两台机器 那就更加违反同源政策 其实呢 这个是从安全 安全的角度考虑的 但是呢 你会发现 比如说你image和src 那后面可以填一个 这个路径 然后还有包括javascript 那么这时也有src 你也可以填一个路径 这个src 其实是不受同源政策 这个限制的 所以这件事情里边呢 其实比较吊诡 然后有的人就说 反正你 你javascript那个src 是不受控制的嘛 那么来讲 就是我 这个 这个 我 我其实来讲 就可以伪造一个 他其实 那个jason p的那个方式呢 原理呢 就是他去写一段javascript 他在道路上 增加了一个javascript的节点 当那个节点没挂进去的时候 那个script开始运行 运行的时候 然后他就能够到远方去拉取一个数据 然后对方的服务器 其实传过来的是一段javascript的代码 他把数据封在那个代码里面扔给你 然后你直接在里面起回掉 就这么一个 就这么一个过程 但是上事实上来讲是这样 就是如果这个两个服务器都是你的 都是你自己的 你会发现 同源策略是一个非常愚蠢的策略 因为这俩服务器都是我的 那么就好像说 我怎么说呢 他同源策略其实有点像什么 我打一个比方 就好像你有两套房子 你有两套房子 必然有两个门和两个门锁 对吧 你拿第一个房子的门的钥匙 开第二个门是开不开的 这讲道理 因为坐锁的人不知道 这俩房子的锁都是你的 理解我的意思吧 那么反过来说 XHR这个道理也是一样的 就是做阿甲克斯的人 他只认同源 他认为同源一定是同一个 你一定是互相信人的 不同源 他就认为你有可能是别人的 那我分不出来 这俩都是你的 还是说你到另外的人家的一个服务 因为如果你依赖于另外一个服务器 这个服务器 你不知道他可信不可信的时候 你调容他的时候 你调试的时候 开发的时候 他可能是一块 这个很温和的代码 等某一天突然露出了 猙獰的面孔 然后在里边去干一些事情 反正你拉过来 那个扎斯 你就开始运行 对吧 那这个时候 其实存在风险 他又没法判断说 这两个服务器 是不是都是你的 其实如果两个服务器 都是你的时候 这件事情极其愚蠢 你知道吧 就好像 就好像我刚才说的 这个情况下 那么Json P 其实来讲 就给了你一个办法 能够说 我如果不同源的情况下 我如何能够突破这件事情 但是Json P 如果滥用的话 本身存在安全隐患 这个是要知道的 他其实就是出于安全考虑 所以他才不让你用 因为他分不出来 他分不出来 他就只能 对不起 那你就都别进 是这样 好 那么我们来看看 我们的策略是什么 这个里面可选的有几个 第一个呢 是JQuery和Zample里面 都有点阿甲克斯 因为现在这个 我这么说 今天的路克的时间 是2019年4月12号 站在今天的时间点来看 Vue和React的方法 越来越流行 那么在React里边 事实上再去使用JQuery 是有点问题的 因为其实大家不喜欢 使用JQuery呢 原因呢 有两个 我其实说一下背后的原因 第一个呢 我称之四个字 叫过河拆桥 为什么呢 就是JQuery存在的年代 也就是JQuery 主要是一点几的版本的时候 主要为了抵抗 浏览器兼容性的问题 也就是说 IE类的浏览器 和这个Chrome 就是WebKit为内核的 这些浏览器之间 事实上存在的 存在的很大的不兼容性 你要写两套代码 甚至来讲 Fireforce可能还不一样 你要写第三套代码 现在Open 现在已经投降了 开始用WebKit了 所以Open没问题了 那么 这Query存在的最大的意义 就是我写一套代码 然后可以在不同的浏览器上 或者是在不同年代的 IE上能够运行 那么是 但是随着 IE市场份额的下降 以及其他浏览器 逐步的跟WebKit同步 比如Open 干脆就直接用了 这个WebKit的内核 然后的话 Chrome Safari 这本身就是WebKit的内核 然后Firefox跟它 反正是有那么点小区别 然后剩下IE 已经抛弃了Traden 最新版本的叫IE Edge IE Edge的话 它其实来讲 已经不是Traden 它内核已经换了 就壳还是IE的壳 但是里边的内核 已经全部都换掉了 不是我当年做的 我参与做的Traden 所以那么在这个里边 就有一点 就是JQuery的重要性在下降 所以就是说 这只终于给了这些网站底气 说老子可以不用你JQuery 明白吗 就是有的时候 就是说你至少得先有这个底气 你别说你喜欢那也好 不喜欢那也好 你至少可以有底气 说这个事情 我可以不用你 这其实是第一原因 那么JQuery的问题在哪呢 第二个问题就暴露出来 它直接去爬Dome树 DomeTray 它的操作方法 它完全不是MVC模式的 当然我们昨天说Redux的时候 也讲了MVC模式 本身也有问题 事实上你看Facebook 已经抛弃了MVC模式 在推它的Redux Flex模式 就是单项数据流的这个模式 确实也是 那么JQuery其实的问题 和我们现在MVC 甚至React抛弃MVC模式 为什么 其实除了这个整个软件的复杂 滑度以外 还有就是说 当软件复杂到一定程度以后 这个东西太重了 它好吃内存吃的太多了 对于特别重的应用来说 那么JQuery或者Zamito 还比它好一点 吃内存要少一点 因为Zamito是不支持 跨各个浏览器 它不解决兼容性的问题 它只是说 因为JQuery里面 有特别好用的那些选择器 这些东西 它想用这个东西 所以来讲 Zamito等于是一个 你既想用JQuery的东西 又不想背着 IE的沉重的负担 那么OK 你可以使用Zamito 当然JQuery自己 后来也出了二版本和三版本 二版本和三版 主要就是不支持IE 不支持IE以后 它的整个大小大幅下降 但你不支持MVC 同时又很耗内存 在大的尺度的使用的情况下 本身非MVC模式的代码 就很难维护 然后你再吃内存 这个时候 大家开始讨厌它 讨厌它以后 就开始想换它 其实这是一个历史原因 也就是说 那么底下 这个里面就有一点 就是阿甲克斯这块 那么在阿甲克斯 这块的访问的时候 事实上来讲 其实最好用的还是JQuery 但是你如果仅仅为了阿甲克斯 就把JQuery引进来的话 那么这时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你会多占一块内存出去 那么底下就有一个问题了 就是你甘不甘心 多付这块内存 因为你用JQuery 可能只用阿甲克斯 别的没用 那么你需不需要这么做 所以很多人觉得这个东西 不值你知道吗 就是说 就好像是说 我买一个一百块钱的东西 好 现在比如加运送费 加一块五 我觉得这个无所谓 因为我本来就用 然后现在这东西 我买一个两块钱的东西 运费还是一块五 这你觉得 这好不值 对不对 这个东西 多的这部分 实在是有点难以接受 从比例上来讲太大了 所以JQuery逐步的在被淘汰 比如现在Boost3 已经宣布在它后续的版本里面 不再以JQuery作为依赖 当然来讲 最著名的是GitHub这个网站 也在逐步的踢出 JQuery的对JQuery的依赖 他们开始使用别的框架 这个来讲 这是后话了 当然这个是个趋势 这个趋势最后会不会成为现实 我们尽快其变 我们是程序员 我们不负责赌博 我们只负责说当整个变化的时候 就是当一条船沉下去的时候 赶紧跳到另一条船上 明白吗 当两条船在竞争的时候 看谁跑得快 你就坐在那一边 买杯可乐 嗑着瓜子 你就看到底谁能赢 谁赢 学谁 你叫我的意思吧 好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说 就是抛弃JQuery的这种 逐步成为一种趋势 那么我们就要知道 How to play without JQuery 就是怎么在没有JQuery的条件上 也能玩耍 好吧 这是我们的策略 好 那么底下讲两个非JQuery的东西 那么一个是叫Fetch Fetch是个原生的 那么第二个叫做Access Access其实来讲就挺有意思的 它其实特别像 JQuery里面的那种 它只负责阿加克斯 它别的没有 所以这个包小的出奇 那你直接可以用它 而且它会比Fetch好用 大家说 为什么它还能比Fetch好用 这很显然 因为Fetch这个东西 是对XHR的一个封装 这是一个 这怎么说 Fetch是一个直接的东西 如果一个东西做出来 还没有原生的东西好用 那这个东西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所以Access这个东西 它可以和FarmData 和可以和RedX这些东西配合 那么一会儿呢我们会介绍Fetch怎么用 Access怎么用 当然这里面Fetch和Access 还涉及到一些新的ES6里面的语法 相应的我们也会给大家做介绍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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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